好,謝謝主席,我請教主記長。 好,請主記長。 徐委員好。 今天的題目,你故意不答覆,還是從來就沒有重視這個題目? 你是沒有資料,還是有資料呢?有其他原因不敢拿出來?請答覆一下。 倒沒有,因為我們當時寫這個報告,因為當時也是很急,那我們是用總的來講,也就是說那個財化法雖然還沒有修,事實上這幾年政府也都非常的重視,所以財政部主義書修有關規定,不但直轄市的部分有增加,其他縣市也同樣的福利增加。 這個題目很清楚啊,五都改制後,各直轄市。 台灣幾個直轄市啊,各直轄市。 如果你今天參加高普考,那題目是這樣,那你答覆的內容是這樣,你會給分數嗎? 是,那各個縣市資料我們也都有啊。 所以,你一直期待,一直期待立法院跟你們行政員一樣,齁,就以託代變,以託代幣,以託代幣,以託… 所以我們有錢的巧媳婦藍尾五米之吹啊。 事實上這幾年真的都有增加,給予地方裁員益助,包括直轄市跟其他的縣市。 是啊,你這樣說啊,我們都看到很多報導啦,但是我們在地方版看到的就是罵中央啊。 那可能有誤解了。 人民是要挺地方來罵中央呢?還是要挺中央來要求地方呢? 結果只有一個答案,人民殘殘殘。 我們據時,事實上有一些誤解的話,我們也都有發布新聞報告成績。 這個等一下我問財政部長啊。 世界做假帳最厲害的就是台灣這一個財政部,這一個主席總處。 我們據時反應數字。 負債就負債,那有以入帳未入帳。 這不是做假帳嗎? 我們都有據時反應啊。 我請教你,台中市長,名叫什麼? 胡市長啊。 他名叫什麼? 胡志強。 喔,胡志強。 他半年來,向中央要債,討錢幾次。 金額多少?來,告訴我一下。 我想,呃,台中市。 幕僚提供,趕快。 是,每一個縣市都很希望增加這個地方的財源啊。 有些縣市齁,很甘願的,點點的做啊。 有些縣市天天在那邊喊啊,在那邊罵啊。 齁。 是,每一個縣市都很希望增加。 當然我們在財力許可的範圍內也佔量的增加。 你欠台中市政府欠多少? 為什麼台中市政府跟你要錢? 那要多少把這個資料給我啊。 是,每一個資料也希望增加。 你有必要,有資格,齁,有責任,要你這個資料。 是。 有沒有? 沒有。 高雄市政府咧。 我們對地方政府的。 好。 陳吉市長咧。 是。 哦,地方版都是頭條啊。 中央欠我三百億,趕快拿來。 哦,那個是他誤會了。 那,高市的,台南市政府咧。 那高市的,台南市政府咧。 中央欠我兩百二十億,趕快拿過來。 那你,這邊講說,哦,我會增加咧。 是有增加,確實是增加的。 我要相信誰啦。 我們的預算都送到立法院來審議通過的呀。 就是說對地方增加補助,我們每年都經過立法院審議通過。 到目前為止,把這文字公之於全國。 我們的答話,我們互相的答話,文不對題。 牛頭不對馬嘴,又在欺騙人民。 不會,我們都具實公佈,那因為那個地方有誤解齁,我們也都有發布新聞稿澄清。 把這個新聞稿給我。 好,好。 我都沒有看過,奇怪,我只看到正,中央地方跟你邀請。 哦,有,我們新聞稿,在我們網站上也都有。 那我們會後可以再提供給許委員參考。 好,那請叫財政部長。 是,謝謝。 好,請部長。 我要想事情。 許委員好。 這個主計總處,有公佈了,說什麼已入帳的,還沒有入帳的,中央的這個負債。 你知道有這一個,有這一個資料嗎? 什麼叫已入帳,有沒有入帳的? 我不知道那個已入帳,沒入帳,其實都有,我們帳上都有啦,那個入帳是入什麼帳啦,都有,都可以揭露啊,都沒有問題,都有數字。 都有嗎?都有都有,我們各縣市的債務收支插短的情況,全部都有數字。 是啊,這個數字不全啊。 哦,這個數字不全啊。 可能,哦,裡面這個,這個做假賬的人都有理由啊。 哦,所以為了符合公共債務法的規範,所以規範在公共債務裡面的,就把它限縮在,你們認為可以應付得過去的。 所以才有所謂入帳不入帳的問題嘛。今天經濟日報,不要說我說的,其實我們長期這邊已經談又談,講又講,問又問。 哦,但是對這個做假賬的人呢?嘿,就這樣子。 所以啊,現在我是希望說國稅局局長啊,來當主計長。 哦,然後以他向民間企業查賬的那種標準,來查自己的賬。 哦,你同意嗎? 包委員,呃,對做假賬三個字,我想我不認同啦,因為債務啊。 當然不會認同啊。哪一個逃稅人會在你面前認同他逃稅? 不是。 哪一個逃稅人會在你面前說他逃稅? 我跟委員報告吧。 你也是其中之一啊,沒有什麼不一樣嘛。 來,我今天給你聽,經濟日報說的哈。 不要說我說的,我今天給你聽哈。 這個。 政府。 齁。 有入账的負債,包括。 齁。 中央政府長期債務短期這款非營業基金幾債。 地方政府長期債務。 約六點五兆。 齁。 然後再來,齁。 主計總處所估計之未入账的負債總額高達十五兆。 包括救治的金公教人員退休金未來應付單數。 退付基金薪制未提撥退休金。 農民健保未來給付限職。 勞工保險。齁。 昨天全國都是頭版的齁。 以國民年金未提存的準備。齁。 這些加起來,二十一點五兆。 是民國一百年GDP的一百五十六%。 那麼這個數字,比現在的義大利,比現在的西班牙。 齁。 齁。 這一九一零年代佔貨的英國。 英國是用三十年的時間財民不過來。 他國家健全沒有被併吞。 沒有被這個侵略。齁。 齁。 瓜哥委員,我了解啦。 你講的所謂沒路障是指潛藏負債啦。 你剛剛唸的都是潛藏負債。 那你的。 潛藏負債齁。 潛藏負債齁。 這個以後,我們政府要支付的。 但是潛藏齁。 是未來三十年五十年。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把潛藏負債列入再現。 都是用揭露有沒有,揭露的方式。 我們有揭露啦。 就是讓全國人民知道我們潛藏負債這麼多。 但他沒有列入再現。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我要這樣保證 沒有一個國家把錢償負債列入再現 IMF啦 全世界也沒有自由市場的國家 有這些公辦的什麼保險 然後這些保險呢 你是開保險公司呢 然後要求保護就是企業界 要求被保險人就是勞工等等 那你為什麼 定以後的給付標準跟金額 但是為什麼過程當中 你會讓他提存不足 你會讓他費率太低呢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啊 這即使不做假帳但是 要怎麼講呢就是欺騙嘛 所以委員你剛剛講的問 我現在該收的錢不收啊 然後讓你分過去嘛 那有一天問題爆發的時候 那今天你就說那是潛藏 該收的錢今天沒收 叫做潛藏喔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關心的 只是財政的健全 這樣下去 這個爛攤子有一天引爆的時候 誰來負責啦 問題在這裡啊 美國來嗎 中國來嗎 所以財政健全是我最關心的一件事 對啊但是你都沒有做法 怎麼會沒有做我們開圓絕流 國外資產 你這麼多公營企業 都在賠錢 你開什麼圓啊 你掌握這麼多 國有財產的這個土地 不利用 然後這個 佔用 強奪民間的這個土地 包括繼承道路等等 嘿也不曾說 嘿 所以 這樣公平嗎 所以我提一個很簡單的 你想都不敢想 你碰都不敢碰 我說以地一地 你占用人家的 還人家 但是那個地已經道路了 不可能道路拆掉吧 所以你把現在閒置的 國有財產的這個土地 以地一地給他嘛 那這樣土地就活化啦 他自的土地 他一定會運用的啊 一定會開發的啊 就活了啊 土地價格就壓下來啊 房地產就不會暴漲啊 現在台灣是草地的天堂 世界上沒有草地皮這麼 這麼低成本的 低風險的 也沒有草地皮這麼好賺的 所以你是 這個做假賬 而且還圖利 那些投機分子 所以你再弄一個假的奢侈稅 那我批評這個奢侈稅是假的 結果有人說 我是包庇這個投機者 我是痛恨投機者啊 連這個包庇投機者的政府 我都更痛恨啊 應該這樣才清楚啊 但是這些大家都不敢講 不敢碰 有一天 你說二十年嗎 真的加速了啊 你入不戶出 包括勞保基金 包括其他的保險基金 入不戶出的這個時間多 都提前發生啊 只要經濟成長率低的話 提前發生的狀況會更嚴重啊 所以財政惡化齁 有一點引爆的時候是不可說死啊 是不可說死啊 當然這個跟政黨無關 長期來都這樣啊 因為整個公務體系就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整個公務體系都是這樣的心態 這些都是高普考進來的 然後薪水呢職業呢永遠保證 所以他就不負責任 那你政務官呢來也不敢要求 那現在變成政務官在賀悉你 事務官呢在反對 你看陸生等等等等的你看 都是次長 都是副局長在反對 為什麼 事務官自己也受不了啦 因為他沒有成就感啊 你們這樣 這樣的領導讓他當公務員 越來越覺得不好意思啊 所以這個亂無體制嘛 不按牌理嘛 我把這個危機告訴你啦 所以喔 你不要說我一定能夠當部長喔 這是五百年前修來的福啦 所以五百年前修來的福 這一次啦應該好好的把握啦 該改革的說出來嘛 像 連報紙社論都跟你寫得這麼清楚 那你怎麼交代 你不能說這個潛藏戶在沒有人在 只有揭落 揭落要怎麼 不要讓他惡化啊 揭落意思就是不要讓他惡化啊 但是現在一直在惡化當中嘛 所以你說這個 以這個 地方的這個中央財政啊 所謂夥伴關係啊 是合夥在騙人民 合夥在騙人民 真的 我為什麼敢這樣講 你也當過市長啊 我就當過市長 我敢這樣講 我上任的時候 負債比例92.3 所謂的潛藏性負債 在我任內沒有增加 該煩的我都煩啊 你問這個台穎 是不是我煩最多 這些都沒有功勞咧 都沒人說你好咧 但是良心啊 但是呢 嘿 敢花錢的 繼續花 集體擠債 也沒有受到懲罰 不公平嘛 不合理嘛 台北市花錢這麼花的 台北市花錢這麼花的 一個花博 是這麼花的 效益在哪裡啊 現在又四大運又來了 又這麼花的 那我包好了啊 用五分之的錢 把他的疫情目標 提出來 我五分之的錢跟他包 跟他包辦 是做得到的 浪費貪腐太嚴重嘛 這些都上面看不到的 因為大家都在做假賬 所以啊 今天的問題啊 我要把他接出來說 這是一個作假的政府 不敢面對問題 一直在隱藏問題 然後美化四字 一直在作假 有一天 不可收拾